那只猫看不见我们吗 嗯 如果你不碰到它 它就只会按照固定的路线 重复循环那一日发生的事情 我最开始还觉得毛骨悚然 现在嘛 如果让我知道这一切是谁在背后捣鬼 肯定会揪住那家伙的衣领质问 为什么把沧海誓搞成这副样子 日复一日按固定路线做固定的事 听上去就像是在看某个单极循环的视频 进度条脱到什么地方 角色就按照剧本演到什么地方 很有趣的比喻呢 那么 在沧海誓励 是否也存在着这样一只 拖动进度条的手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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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小心 小心 如果和这只猫发生接触的话 怪物们就会被吸引过来 还要走多久啊 在这样的街道上待着 这让人心里不舒服 没事 我家就在前面 马上就到 等等 不好意思 还有些事情要处理 大家再稍等我一下 抱歉抱歉 还好还好 就是一些小问题 按 等 唉 算了算了 你们进来吧 喂 不许开乱的地方 大家 随 随便坐啊 都别客气 哈哈哈 哈哈哈 真是的 我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多东西 不必费心 机子小姐 我们只需等布朗尼小姐 完成设备的调试就好 能在这座 能在这座循环的城市 有益于安全的住所 我们已经很感激了 没错 用不着麻烦哦 机子 天才嗨客调食装备 只要咻的一下就好了 让你们见效了 要喝点什么吗 冰箱里还有橙汁 永远不会过期的那种 很神奇吧 我来帮你们拿 你们要嘉宾吗 一些有趣的东西 啊 那个 等等 那不是小孩子可以看的东西 我才不是小孩子 哎 你也知道这起案子 我的同事们都说 那只是捕风捉影的传闻 这些我调查过了 只是传言而已 除此之外 还有吗 真遗憾 还以为你能提供更多线索呢 实际上 我一直认为沧海市出现怪物 和吸血鬼有分不开的关联 但大家却对怪物的出现 视若无误 好像我才是一个异类 话说回来 你们相信吸血鬼存在吗 啊 吸血鬼当然存在了 你们面前的那个头发像猫儿的小孩子 还是个魔法少女呢 你不是自称天才骇客吗 怎么还没学好装备 马上咯 正好给大家多点时间打个哈欠 伸个懒腰 聊聊吸血鬼什么的 是啊 如果以前有人对我说 我处在一个无限循环的世界里 我一定会把那家伙当傻瓜 看管起来 好吧 这也是我每次说到循环时 其他居民都会用奇怪眼神 看我的原因 至于案件 从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 我所有的坚持 似乎都只是为了一个荒诞不惊的传说而已 即使我的脑海中 总有一个声音告诉我 吸血鬼一定存在 我隐隐感到 自己必须在事情变得比传闻更糟之前 阻止这一切 坐疫情总要讲证据 但我却找不到任何能证明 吸血鬼存在的东西 吸血鬼很危险 我必须调查清楚 你会不会也觉得我太过固执 已经陷入了自己自以为是的揣测中呢 谢谢你啊 可惜 我的上司和同事并不这样认为 他们觉得我只是个陷入了自己幻想 拼命想要立功的可怜虫 我被降了职 还被派去日复一日地 做着无聊透顶的杂活 处理上司搞砸了的事情 还要替上司遮掩 那家伙说 我忙起来 就不会有那些荒诞不惊的念头了 所以我就辞职了 哦 忘了告诉你们 我一直循环的那一天 就是我辞职的日子 我给了上司一巴掌 冲着那家伙喊了句 替你收拾烂摊子的破事 谁爱做谁做 再见 就带着我自己整理的资料 辞掉了异警的职务 所以每次循环的时候 你都可以打上司一巴掌 而上司第二次循环开始 也什么都不记得 是啊 就是这样 哇 这种事情 还真让人心动 我的意思是 是 是我我也忍不了 的确是让人欣喜的进度呢 我相信你 舰长 如果我没有戒酒的话 我一定会很心动吧 怎么搞得像你很了解 我曾经喜欢喝酒一样 你还真是让我捉摸不透啊 自从离职以来 我已经戒酒很久了 酒精总是使人麻痹 在这种乱七八糟的地方 我必须让自己清醒一点 不过 我怎么能辜负你的好意 那可不是淑女的行为哦 等到事情结束后 请我喝一杯饮料吧 就去你说的地方 休息的时间已经结束了 走吧 祭子小姐 我们去第二个百中的区域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你不够人 可不是我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阿尔 可 阿尔 是谁呀